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煎冰花牛 这一块煎冰花牛 它已经割了一层一层就更方便了 一煎就可以了 很简单 一把日本烧汁 配些少许料 层次感就更好些 有少许葱 有片厚厚的姜 有两粒蒜子 有少许甜椒 1条京葱 3条香菇 切剁配料 切剁葱 不绘 扭曲 切碎 就不要切碎 切碎 就想它碎一点 蒜头先切定 切到一半就可以了 不用切下去 把它逼开就可以了 用刀背把它切成蒜蓉 然后反过刀 打横打切切 放下去 这片姜要切到厚厚的 不然刀背剁它 根就不能剁出来 我们现在用刀背剁它 留下根在里面 留下根在里面 这些就不要了 反过刀封来刮一下 少许的盐 芝麻 放些黑椒 放些蠔油 少许的白糖 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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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少许的米酒 拌均匀 这些材料 除了菇还没洗之外 这个丁葱已经洗干净了 椒也是洗干净了 我们将椒的浓和核 去掉 切掉 这种长红椒是爽甜的 厚地 1cm厚度 好 这个葱 留下 放在里面 这几只香菇 如果还没煮到 就没有细 所以我是没有细 切定 不要 现在先来洗 捏一个十字 锅 放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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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块是什么呢 这块是烤箱里面的 电管 利用它 大快一点 放在一半 先醃一半 留一半 你看看材料 很少就可以了 不用放在里面 油就可以了 牛肉很薄 放在里面 不需要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你可以用大小小的碟 一层一层 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均匀 放在里面 就可以了 烧热 热 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你动一下油 你觉得油 流动得爽快 它就够热了 够热了 够热之后 调小火 放在里面 煎煎 还有青椒 放在里面 放一半 菇 放在里面 一盏 这些菇 是新鲜菇 是很高利的 这些菇 是很高利的 这个菇 这些菇 煎至两面 黄黄的 那就可以够了 佟了 菇 菇 也不易煎 哇 好香 很香 你看到很香 它很香 香不香 放入骨 放入骨 两只骨要煎 加些油 放入骨 一片一片 马上熟熟 放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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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是早前放入骨 可以翻一翻 两片可以翻一翻 放入骨 它很薄的 它是实熟的 担心它不熟 能反得到它 最好反一反 如果你说很难反不反也可以 反一反只要煎一边 煎一下就可以了 煎一下把它打过来 我用一些厨房筷子 你可以用夹的 放一点 要结构 打翻去 这个也打翻去 反到这个有薄稠 好 这个放过来 这个油放过来 哇 多香 熟了 已经 加上去 这些烧汁 可以用的 放多一点 这个瓶是我自己开的 很小的 煮的时候真的要注意 放多一点 它不是很咸 烧汁很甜 因为我试过 这个煮的时候 做到一锅 就是这样吃的 不做一锅 就这样吃也可以 如果想起 汁 有些稠稠的感觉 加些生粉水 好 放入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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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第二锅 汁收紧少少 可以了 很快 好 关火 放入锅 不喜欢放这么多汁 喜欢的可以加些 就算牛肉也是 你喜欢的 淋一点 我试一块 好好味 好香 今天的烧汁牛肉就完成了 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可以试一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个赞 多谢大家 拜拜